国语有生善书 圣天堂善书 西方极乐世界游记 主著先佛为济公活佛 福鸾为通天天笔菜生 济公活佛将 济曰 阎霜兵冷冻人心 劫世奋斗不畏贫 学他诸之王屡破 精神永在超人群 圣是 蜘蛛不能只守一个王 以至永生 他必须经过风吹雨打 不断地历尽风霜之苦 所以他在一生当中 必须受尽屡次失败的考验 为人处事也是一样 必须经过层层的考验才能成功 这种成功才是真实的 才是珍贵的 才是甜美的 如果不是奋斗得来的成功 这虚伪的 这短暂的 这是侥幸的 恩师之言 勉力世人要学蜘蛛的 孜孜不倦与奋斗不惜精神 修道也是一样 无论在羞耻上 在环境上 都有许多失望的时候 就像室内的蜻蜓 飞不出室外一般 可是只要冷静地思考 一定能寻出一条光明的空间 让你飞出去的 正如山穷水尽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哈哈 现在许多修道人 以为自己走入山穷水尽一无路 那么今天著作 《极乐世界》游记 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正是 正是 我俩启程吧 是的 于途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启程吧 哈哈 菩萨已前来接引 贤徒快向前顶礼参见 下生顶礼参见菩萨 贤生免礼 起来吧 感谢菩萨慈悲 贤生 快随我来吧 是的 今天我介绍一位 专心念佛的声闻罗汉 与你认识 你可请教他 如何念佛往生的 好的 连根罗汉 速到此处 此时菩萨从林间参禅的 罗汉之中换来一位 弟子参见罗汉 贤生免礼 余生金约奉旨著书 今日才能见到罗汉 又看到罗汉在此逍遥自在 真是太羡慕了 先苦后福 先福后苦 因缘因果半点不由人 如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唯有念佛与信愿 别无他求 未知罗汉再生是如何修持 今日才能来此 这个说来话长 无本来修习其他法门 后来经过高人开导指示 无说 念佛法门是最直截 最了当的修持方法 除了念佛法门之外 没有其他的法门 能够比念佛法门更好了 自此无痛下决心一意念佛 为了怕无信愿不坚 因此就在阿弥陀佛圣相前 至心发愿 并捎三指 以示真信 真愿 真行 求佛慈悲 设受而约 弟子连根 自无始以来 广造十恶八邪 详说不尽 今得人身 贪 嗔 痴 爱 念念不断 将来绝对堕入轮回 受尽苦楚 与今痛切忏悔 自今约起 决定念佛 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 至心哀求阿弥陀佛常来护持 将来临终之时 灵根不昧 念佛不断 亲见阿弥陀佛及诸菩萨前来接引 自此无便念佛不错 但是无业障深重 因此未能得到上品上升 只能得中品上升 虽求生到西方净土 世界能够见到佛 听到佛法 可是只能先正小果 尚不能霍业漏尽 可是来此之后 发觉这儿的羞耻环境 比凡尘的世界 好修多了 因为在此 无每天而听佛音 鼻嗅净香 口十八功德水 眼见庄严世界 与朋友交 皆是菩萨 罗汉及上善人等 佛音宣流 水鸟言法 逍遥无尽 寿命无量 请问罗汉 为何寿命无量 此事阿弥陀佛为成佛前 曾立四十八院 其中第十五院是 假使我成佛之后 国中天人寿命无量 因此凡事来此之人 皆是不退转之菩萨 除非有其他愿力 欲望他方世界 弘法度生之人 不在此线 贤生你即是以为也 不敢不敢 余生罪孽深重 贤生慈悲为怀 身躯作为众生云梯 心灵作为三教桥梁 牺牲奉献之精神 令吾也自叹不如 又何必客气 罗汉过奖了 见趋见命 何足挂齿 此时蔡生言到此处 泪如雨滴 无法眼睁 观到此时此景 亦法力见尸 不知如何写起 贤生不必伤悲 你一滴一滴之泪水 将化为一朵一朵之莲花 此时蔡生即时抬悲痛之心情 强作笑容 可是有谁能了解 能他的心情 又为谁再流泪 方才于生一时失态 求罗汉原谅 哪里哪里 贤生 今日为何悲伤 余生自觉业障深重 但是又要担当普化之大任 阻碍甚多 因而才不知不觉感伤失态 贤生 男儿有泪不清谈 你有度是宏愿 因此在一生当中 尝尽人间的心 酸苦辣 为了世人 经常放弃二女私情 无心已知 不必难过 求菩萨宽恕 余生因为定力不足 所以才失态 贤生你客气了 好了 今天的访问就此为止吧 此时纪佛来到 财生坐稳连台 准备回堂 贤途你将痛苦的心 投射到众生的心灵 这是不对的 尤其现在正是住书时间 你不能平心静气 这是不对的 你应该拾起宁静的脚步 引导世人登上真理的彼岸 拿出你真理的财宝 不失给需要真理财宝的人 使别人得到心灵的粮食 虽牺牲了自己的享受 但这才是传部真理的勇者 这些年来 你为了道物 而牺牲了事业 为了世人 而舍去了皮肉 你虽然效仿大雨治水的精神 但是也应该学学佛陀的自在解脱 否则只靠有志的冲进 这是不够的 只靠有形的力量 是有限的 因此你当以无形永环的动力 做你的支柱 不必害怕别人的毁谤而伤心 也不必为了别人的褒奖而高兴 因为这都是不实在又多余的 贤徒 世界上的事物 没有绝对的 你不要抱住满怀的希望 也不要抱住别人都能顺从你的意愿 你应该像山谷的空虚去容纳别人 像大海的广阔去接受山川江河的支流 而不是像桌子一样 只能放些东西 像椅子一样只能做一个人 这样对于一个不化真理的人是不够的 贤徒 做一位传部真理的人 不是没有烦恼 而是硬将烦恼看淡 做一个不平凡事业的人 不是没有称慧 而是能将称慧看空 你能够这样做的话 你就是成功的人 贤徒 我知道为师对你的要求 是莫大的苛刻 但愿你恨我 但希望你能广爱世人 这就是我的话 恩师 所说的话 句句刻骨铭心 句句深澜心灵 于途当永之不忘 好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 我将回天了 恭送恩师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弃天心 目前 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月